If I could show you I'd hope that you could see All the possibilities There could be a place for you and me 過完年你也跟我又吃太好長肉肉了嗎? 沒關係 就讓四個月減重14公斤的志祺七七和減重名義 宋燕仁共同推出的外食減重學 身上課程帶你收一波 這堂課的重點就是教你 你用日常美食 邊吃邊瘦 越吃越瘦 像是課程中的無痛減重飲食指南 幫助你不用再計算熱量 不用再愛愛結識 也可以判斷優質的外食 透過常見的麵店 便當店 自助餐店來減重 非常適合工作忙碌 三餐在外的小資外食族 課程還會帶你認識六大荷爾蒙體質 根據體質來調整策略 展開陷阱 避免不怕 讓你可以受得更精準 更有效率 這堂外食減重學已經超過2000年的預購 過年如果吃得太幸福的話 一定不要錯過這次的年號摔波 6折特別優惠 搭配我的專屬折扣碼 可以再折600元 讓你精神2600 千萬不要錯過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心田 今天又要來拍跟我出系列了 那我們來到了地方 就是 雲林斗六 上次來雲林已經是兩年前了 那今天厲害的就是 我們有雲林在地朋友帶路 耶 大家好 嗨 明芬 嗨 因為明芬現在就是已經定居在雲林 那就是有很多這邊的美食口袋名單 要帶我們去吃 第一間呢就是 公牛老大牛肉麵 跟我評論上面呢 現在有4.3顆星 這家店其實是我朋友推薦我來吃的 我們看到他的男朋友 就是食量超級爆炸大 然後他說就是他們兩個人來吃的話 他男朋友絕對吃得飽 CP值很高然後又很好吃 那我們就走吧 這裡面很寬敞耶 他牆壁有一種天空的感覺 他選擇很多耶 然後 明芬推薦就是來吃火鍋 也有現炒的啊 也有麵類 那我們決定來點一個火鍋吃吃看 老闆正在現切我們點的牛腰內肉 有自助的醬料區飲料區 很大一鍋耶 這樣叫小鍋湯底 然後70塊 東西都來了 真的很多耶 超級多 而且剛剛這一碗麵送上來 我直接 驚呆 而且這個是 蘋果鍋送的夾醬麵喔 好大一碗 比我們的臉都大 然後我們在吃的時候 除了就是會把它拿到火鍋裡面蒜之外 在地人的吃法 也會把它放到碗裡 然後再用熱湯淋下去 因為是牛肉嘛 所以它就是燙到有點粉粉的吃 最軟嫩的狀態 超粉紅的 好香 肉超Q 而且很鮮甜 搖起來是很有嚼勁跟厚度的耶 我覺得口感有點像臉色 對 很喜歡它的口感耶 因為其實單看這個肉片就是 看不出來它是那麼厚的感覺 可是吃下去它其實是很有厚度的 好好吃喔 真的喔 我覺得它麵真的是分量很多 就是我們現在三個人分 都還是覺得很多的感覺 有可能會吃 然後它的麵條我覺得也很Q很好吃 而且它是麵體是那種圓麵 然後蠻家常的感覺 有點像家常麵 但是它的口味其實我覺得蠻重的 就是有那個 炸醬 炸醬的那個鹹度 然後也有一點那個醋的酸度 所以單吃的話其實味道是蠻夠的 但我自己是沒有吃那麼重的口味 所以我還會淋一點這種清湯 可能剛好 火鍋也可以選紅燒湯底 感覺就比較配白飯 如果不吃夾醬麵的話 可以跟它說你要白飯 我覺得這樣搭配好像很好 所以下次可以來試試 吃飽了 這間真的很適合食量怪物 分享給大家 好吃 CP值真的超高 這間是靈果鋪 那它在顧客評分上有4.4顆型 那這間呢 它是傳承刺同市場裡面的一間老店 也就是70年的老店 聽說就是口味比較清爽獨特 古早味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期待 你看它這邊這個菜單上面寫 從1950 它這個菜單很可愛耶 對啊 而且你看這個價錢 超誘人的 最高單價的東西是30塊 它這個挖櫃呢 真的長得跟它一樣 就是非常的Q 吃起來呢也很Q 嗯 那因為其實我不是挖櫃的專家 我剛剛吃下去呢 發現它是涼涼的 那其實就有聽說 就是涼涼的挖櫃呢 更能吃出它的Q度 上面就有一些菜脖啊 裡面有一些碎肉 主要我覺得是它特製的這個醬 很好吃 就是整體吃起來 不會很有涼涼QQ的 很清爽 米糕我覺得也很好吃耶 嗯 因為它是那種軟軟的糯米 就有覺得它的那個糯米的香氣就是很香甜 就是那個菜桃櫃的時候 第一口我其實有被它的口感嚇到 就是上來的時候它的那個表屏都煎得金黃色的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就是那個酥脆的感覺就是在嘴巴裡面炸開啦 可能有些會接著過焦就會偏苦 但是它不會它就是還蠻剛好的 咬到後面的時候那個菜頭的香氣就會慢慢的跑出來 而且重點是 就是我們剛剛有搭配它附的辣椒醬 對我們一開始看它的時候想說它會不會是那種甜辣甜辣的 結果沒有吃辣的 對它是很好吃的辣椒醬 所以如果喜歡吃辣一定要加 平常如果你吃微辣小辣也可以沾一點點試試看 有很多不同的風味原味跟加拿都要試一下 不好意思 那我覺得這間可以推薦 可以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它的挖粿就是口感真的很豐富 菜脯的脆 然後還有它的粿真的很Q 可是又很綿滑 一入口之後就是其實你不太需要用牙齒咬 你感覺用舌頭就稍微這樣壓一下 它就整個直接攤在你的舌頭上面 然後很綿密的感覺 對 但當然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剛煎好的菜桃櫃 真的 驚為天人 記得一定要趁熱吃就可以了解那個酥脆的感覺 沒錯 再來這間就是清涼冰店超級期待的 因為很厲害喔就是它顧文評論有4.4顆星 而且超過3400折評論 而且它是50年的老冰店 口味其實是比較古早味的那一種 算是應該是雲林人都有來吃過的冰店 從小到大回憶這種 而且很誇張的是這邊假日會擺三角椎 交通管制 因為人太多了 就觀光客也愛在地人也愛 對沒錯 好趕快來吃 來到我們的冰 好可愛喔 對 這間店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們的雪泥加冰淇淋 然後這一杯只要35元 對然後它雪泥的口味也可以選 然後冰淇淋的口味也可以選 但是我自己是最喜歡他們的牛奶冰淇淋 啊我現在這一杯是烏梅口味的 我這個是綠豆 還有這個也很可愛耶 這是他們的三明治 有點像是蘇雜餅乾 然後中間夾那個冰淇淋 這個是限定的鐵觀音口味 聽起來就很厲害 超好吃的 跟你們說茶味超濃超好吃 它有附吸管跟湯汁 吸管你可以直接吸下面的水 湯汁可以挖上面冰淇淋 然後你也可以混在一起吃 那我一開始是都會一開始吃 然後後面快融化的時候就把它 喇在一起 很好吃耶 你看它牛奶冰好香喔 而且不會太甜 很舒服 它的冰不是那種很奶油的質地 它是有點像是雙型乳 對對對 底下這個很好喝耶 因為我點綠豆口味 它其實有一點像是綠豆湯 你還吃得到這些綠豆的渣渣 就是很清爽的綠豆湯 很好喝 然後我的這個是烏梅口味的 就是感覺很像是冰淇淋之類的 那種味道 對對對 那個蜜劍汁做成的冰沙 對對對 平時就很像它的名字 雪泥 對 這真的好清爽喔 好喜歡 夏天喝真的超爽的 哇 欸好大一個喔 真的很大一個耶 好香喔 聞到那個茶香味了 嗯 而且餅乾是很脆的耶 嗯 完全沒有軟掉 很好吃 它的茶香味就是非常的明顯 然後真的不會太甜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冰就是吃起來都不會讓人有太重的素材的感覺 所以吃完這樣一整可能不會覺得很甜 有一些冰就是你吃完 會覺得口很渴 這個我覺得不會 就是真的很清爽很舒服 然後有達到那種清涼解渴的感覺 好吃耶 終於知道為什麼 這聲音那麼好 再來這間是幸福豬腳店 然後他跟我評論有4.4顆星 而且聽說就是很多外地人會特地來吃 而且也算是常客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們的店就在隔壁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平均一個禮拜 會吃個一次吧 走吧 這間雖然叫幸福豬腳 但是除了豬腳之外 還有很多的選擇 像是有鋁肉飯 雞肉飯 各式的便當 還有麵啊 米粉 還有各式各樣的小菜 哇 好多喔 很多耶 哇 滿滿的肉 這個湯真的好香喔 很好喝 其實他端上來的時候我有點驚訝 因為比我原本預想的還要濃郁 就他顏色真的是這種白白灼灼的 你可以看他上面那個有一層油亮油亮 但是喝起來又不會覺得膩口 他的那個豬骨感覺就是把他的那個大骨裡面的骨髓 然後各種精華燉到湯裡面 會有點偏奶香奶香的感覺 但是又有那個豬肉大骨的那種香氣 對 而且不是只有瘦肉 就是肥瘦都有 然後如果喜歡啃帶骨的肉的話 他其實也有帶骨的選項可以選 對啊 我覺得這一點好貼心喔 很貼心 然後我覺得他的這個皮好好吃喔 就是很Q 他沒有燉到說這些都軟爛的感覺 所以他不是那種入口即化的那種 雖然軟嫩 但是還是帶有一點QQ的口感在 我覺得真的很可以耶 我會覺得CP值是很高的 我們在地人的吃法 就是我們會再跟老闆另外要這個 哇沙米醬油 然後就是會配著豬腳 就這樣沾著吃 很爽 這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豬腳湯 然後沾哇沙米跟醬油膏 很好吃 吃完了 耶 真的有幸福的感覺 幸福豬腳 因為我們店家隔離 所以其實我們很常吃這一家 然後我吃了這麼多下來 就覺得豬腳湯是最好吃的 但是其他他們還有一些 比較分量沒有這麼大的辣 像小菜或者是湯類 我也覺得都很好吃 我蠻常吃他們的筍感的 然後還有他們的白菜乳 跟紅燒豆腐超好 好吃 謝謝推薦 我們現在這一站就是台米菜飯 這邊超可愛的 就是有一種很古早 對 然後都是這種紅磚小房 那這一間呢 他在Google評論上面有4.5顆星 而且我覺得他整個裝飾啊 還有他的菜單啊 招牌什麼的 設計的都很可愛 對 很可愛 你看看還有什麼好吃的吧 這邊真的是超復古的很可愛 然後我們點了這個高麗菜飯呢 就是另外有加了 很多人推薦的豬皮跟滷蛋 聽說滷的超級無味 你看這個顏色很亮耶 還有兩個小菜 一個是花椒油豬耳朵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黃金泡菜海帶絲 因為我們想說要吃一點這種 酸辣酸辣的 開胃一下 很開胃 對 有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就是他不會到很酸 他其實味道有一點甜甜的 然後帶一點點辣 這個我好期待 像他說就是有 用花椒油下去 嗯 好好吃喔 這個要點 他的花椒油好香 花椒味是直接在嘴巴裡面噴發 沒錯 那不是辣就是那個香 桌頭皮你喜歡這種有帶骨的 還是沒帶骨的 你喜歡帶骨嗎 我選帶骨的 就是很脆這樣 口感上層次會更多一點 但這道完全不辣耶 對啊 我覺得也蠻意外 我以為會有點辣 但真的就是花椒油 完全不會辣 怕吃辣的朋友可以點這道 我們一直吃 真的很喜歡這道 又是一個很入味的乳蛋 蛋黃就是很綿 它的蛋白蠻Q脆的 它這顏色真的上得很漂亮 飯整體的顏色也是比較偏向 有一點滷汁的顏色 它不會是那種軟爛的飯 它是別的醬汁 但是綠綠分明 其實有點像炒飯那樣 就是還蠻吃得出 米粒的口感 那像是在剛才的那張 很漂亮的菜帶裡面啊 它也有很清楚的介紹 就是它每一個料理 使用的都是魚鱗在地食材 像是這個菜飯就是有用 北港花生油啊 西蘿蔔醬油等等 去做調配 而且它是用生米去做脆飯 所以真的會比較像 炒飯的這種感覺 好油亮喔 豬皮 它的那個 八角味很明顯 對 就是它的那個 裸的那個中調的味道 會有那個吃完 有一些比較油的那種豬皮 然後嘴巴會黏黏的那種感覺 沒錯 它皮本身也蠻黏的 對 已經有黏在我們的筷子上了 這樣子一片的份量 我覺得就很夠 因為你真的是可以 慢慢去嚼它 咬出來它的味道 它的皮是真的只有皮而已 它裡面那個肥油的部分 它都完全 不敢吃肥油 我覺得也會敢吃這個 我們現在要來喝咖啡 那這一間咖啡廳呢 就是今年才新開幕的 叫做油粉吉 不覺得聽起來很像某個歇音 對 感覺很 油 有本 歇 對 但聽說其實就是 粉吉好像是 老闆的某個長輩的名字 不知道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去問問看 它厲害的就是 它都是使用自己烘的咖啡豆 他們其實裡面有一個烘豆室 就是等一下進去的話 可以看得到 它那個烘豆室是看得到裡面的 然後還有很多的手作甜點啊等等 那因為是比較新開幕 雖然評論數比較少 但是在Google評論上面 有4.9顆星喔 聽說很有質感 那我們就走吧 走 店內的環境空間 讓人感到非常的靜密 以及舒適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烘豆室 以及他們挑豆子的過程 現在要來吃的這一間就是 潮汐鴨冰 那這一間呢 我們上一次來雲林也有吃 就非常的有印象 我真的覺得這邊的鴨鴨冰 很好吃 那它在Google評論上面呢 有4.3顆星 而且超過3500則評論喔 真的很厲害 就是大家來雲林呢 絕對不能錯過這一間 那上次呢 我們只有吃鴨鴨 那很多人就留言說 欸 他們家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燒麻糬 所以我們這次呢 為了燒麻糬 再次來二房 超級香 超級香 要去米高中 在地吃法是這樣的 吃一盤 哦 可以一個一個夾起來吃 哇 哦 當 成功 底下有這個糖漿 然後芝麻粉跟花生粉 芝麻跟花生粉是沒有糖的 主要就是底下的糖漿 讓它有甜味 好好吃耶 哦 難怪大家都說不能錯過這個 真的超Q 超好吃的 而且我原本以為就是 它甜度會不夠 但其實它底下那個糖這樣 熱乎乎的 然後很夠甜 這個我可以一個人吃一整碗 麻糬真的超滑 超Q的 芝麻香米花生 我覺得比較濃郁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甜 很香 它的芝麻真的撒超多的 超好吃 我覺得真的就是 來雲林斗六必吃 對 而且熱熱吃真的很爽 耶 這間就是 雲科大雞爪豆 然後它在顧問評分上面 有4.4顆星 非常多人推薦 是雲林的必吃 所以真的很好 一直在排隊耶 對啊 人潮落益不絕 聽說就是每天都是這樣子要排隊 而且他們的雞爪洞就是很有名 我有朋友他住虎尾 然後他是會 特地從虎尾 定期的來這邊買雞爪洞 然後一次都是買20隻 然後另外還有它的雞排 聽說也很厲害 它是先炸過 然後再煮 期待期待 這個真的很划算耶 三盤或三串都是50 超香的 有沒有看到那邊很多的雞爪 一隻五元 我們的雞排跟雞爪豆 看一下這個雞排 這個雞排的部分呢 一定要趁熱吃 它可能就是炸完之後 然後馬上就進一下滷汁 所以就有一種 風在裡面的感覺 還保有那種炸雞的感覺 然後我們有加一點點的辣 然後我們有加一點點的辣 我覺得超級提味 很推薦 就是小小辣微辣就可以了 它的辣是很香的 我覺得這件很不錯的事情 就是它的這個調味 就是不會過重 滷汁不會太鹹 所以其實你單吃它也很OK 這個肉很嫩 然後真的外皮就是 有一點點像滷排骨那種感覺 雞排我覺得很不錯 很有特色 所以記得一定要趁熱吃 我覺得它這個雞爪就是吃到嘴巴裡面的味道 因為我們有加辣 所以一開始是會有一點淡淡辣辣的味道 然後後來留在嘴巴裡的是它那個滷汁的甜味 就其實是偏甜的 我覺得算是蠻清爽的 跟雞排比起來 雞排的味道就會比較重 然後很Q彈 就是你下家裡看電視 你不用配飲料 你可以這樣直接一直吃一直吃 那肉質就是不會很爛 它不是那種就是一咬 然後就全部都下來的那種 還是保有一些Q度的 可以啊 我覺得就是比較沒有負擔的宵夜選擇 對 都是膠原蛋白 沒錯 而且這個就是冷的熱的都OK 像現在就是 我們把它放涼一點點 我覺得也很好吃 好啦 那這次的跟我吃雲林董六就到這邊結束了 特別謝謝雞排 對啊 不會 謝謝你們來玩 今天一天的時間其實不太夠 因為雲林其實還有很多就是不一樣的觀光景點 或者是好玩有趣的點可以去探索 下次希望你們可以再過來 例如指約 好 我們下次再來玩 謝謝 那就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欣天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第一個喜歡 訂閱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